大家好 歡迎收看書迷說頻道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今天場景不一樣了 因為今天是我們的新年特別節目 所以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期間我們做一點不一樣 其實書迷不太想做這個 音響的單元 那但是因為過年 就給大家一個比較軟性的題目 介紹一下Sumi的另外一項興趣 但是大家不要期待說後面會繼續介紹 你們可能只能從畫面裡面去看說 Sumi又換了什麼器材了 這邊就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一些 除了自行車之外的另外一項興趣 Sumi其實玩過的音響比腳踏車還多 我們節目裡面講說Sumi騎過二十幾輛腳踏車 Sumi玩過的音響列起來 叫做A4只列起來可以好幾張 這個在騎腳踏車之前 也是很喜歡聽音樂玩音響 其實我們也經過了一個自行車產業的低潮 十二年前Sumi就把自己的音響賣掉 後來我搬家的飲宿 就沒有合適的地方可以放音響 只要跟Sumi熟識的朋友也知道 Sumi家裡養了很多貓 養了四隻貓一隻狗 假如這樣的東西放在家裡面 可能會被貓攻擊 後來有一天我就想說 我可以放在我的辦公室裡面 我一天花那麼多時間在辦公室 也可以分享給大家聽 從去年的下半年 在辦公室稍微調整一下空間 然後建構一套音響 Sumi玩音響的原則很簡單 就是喇叭盡量買大支的 功率擴大機盡量買高功率的 你的限制就是空間跟財力 那麼先從喇叭來介紹一下好了 Sumi系統基本上走美系的系統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這個喇叭Wasteleg 它是錄音室在用的 但是這是家用版 這個型號叫做BBSM10 BNF BBSM就是兩個低音單體的 它在錄音室的時候是橫置的 高音中音兩個低音在旁邊 但是這樣的橫向配置 家用不好用 所以說家用版就是第一個把它拉成直的 表面的塗裝當然會比較細緻 那像錄音室會用那種噴黑的 熏黑的表面 家用版就是貼木皮的 像Sumi這一對是鋼琴烤漆的 所以就是會比較華麗一點 Sumi它是功率擴大機 是整套都是Macintosh Macintosh超過70年的公司 Sumi非常喜歡它的系統 第一個是外觀非常的華麗 古典 你看起來很老套對不對 但是它最新的產品也是長這樣 Sumi喜歡用單身道的擴大機 叫MonoMono的 為什麼 它的尺寸沒那麼大 譬如說這500瓦 那一台40公斤重 Sumi以前用過600瓦 立體聲就在一起了 65公斤 就第一個太重 然後第二個不好擺放 雙聲道會比較好擺放 另外一個是分離度比較好 所謂的分離度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了音像 譬如說一個人從左邊跑到右邊 然後不同的樂器配置 你會比較鮮明一點 當然相對來講會比較昂貴 因為它分兩個跡象 大家知不知道音響的配置 第一個就是訊源 這個是CD SACD 然後這是收音機 剛才我們攝影師說 你放收音機的聲音啊 為什麼都沒有雜音 這個就是它影響的特色 還有一個這個是黑膠長盤 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 訊源會到這個叫控制擴大機 或是我們叫前級 那控制擴大機就是第一個 它做電壓的放大 還有做各種訊源進來的控制 比如說左右聲道平衡啊 音量啊 這台前級呢 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它有一個唱頭放大 找這個專業廠商製作的 就是這個唱頭的品牌 叫AUTOFORM 北歐的一家公司 所以我本來用的是一個 比較低階的單機箱 我為了要唱頭放大出來 才換成雙機箱 所以你看這兩台機器就疊在一起了 過一陣子我會換一個音響架 換音響大概跟換車差不多 CD當然是主要的音源啦 那這台是可以讀SACD 大家知道說 CD其實規格定的太低了 早期啊 CD當然就是攜帶方便 聲音乾淨 可是很多黑膠的玩家 他們沒有放棄黑膠 他們覺得說CD 傳達的訊息是比較少 但是後來呢 當然有SACD 有藍光DVD 但是其實微時已晚 錄音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 我們其實還有很多很好的黑膠訊源 等一下跟大家介紹 我這個配置呢 都算是比較老派的 因為現在大家問說 怎麼沒有數位流啊 怎麼沒有硬碟啊 未來還是會配置啊 我們也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個不是只是一個畫框 這個其實就是唱片 等一下可以介紹給大家 這個唱片呢超過60年的歷史了 放出來的音質還是非常好 它也有一些重新刻片 像這個是重新刻片 這也是重新刻片 交響曲啊 協奏曲啊 或是交響族曲啊 這類的 會是比較大眾的 譬如說Pink4E的音樂 我也不是太喜歡啊 但是還是要買一張 我為什麼喜歡用一整套的器材呢 第一個視覺上比較有一致性 然後另外一個呢 它有一個遙控的功能 就會很方便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把它關機 所有機器全部關起來 想要是說你不同的機器 你就一台一台關 而且要照順序喔 開機跟關機的順序其實不一樣 開機也是一樣 只要按一個按鈕 所有機器全部打開 就很方便啊 會滿足 就很方便 有沒有聲音就出來了 這是收音機的聲音 示範一下喔 而且它有一個功能喔 攝影師特寫這邊 我先把它關起來 然後再重新打開 好有沒有 就是它不會一下子碰很大聲 它會從比較小聲慢慢打開 它有這些控制的功能啊 所以一直要控氣就可以使用 還滿方便的 有沒有 我們來介紹一下唱盤好不好 大家其實現在很少看到唱盤 那我們的喇叭 跟我們的機器都是美製的 但是這台唱盤是台灣製的喔 台灣製光 非常好的工藝水管 水準製造的唱盤 我先把它關起來 這個是磁幅的 為什麼這個皮帶那麼細 因為減少它的震動 有一個很重的轉盤 這轉盤可以拿起來 喔 十幾公斤喔 然後這個是一個磁幅的軸承 中間是陶磁的軸承 我們可以看到後面有一個 它是感應速度的 所以它可以控制轉速 唱片的轉速常用的有兩種 三十三又三分之一轉 然後還有四十五轉 四十五轉是比較高級的 比較注重音效 因為轉得快 頻寬就會比較大 那另外一個是 同一張唱片 它錄的時間會比較短 可能你原來一張唱片 會變成兩張唱片 你打磕單面會變成四張唱片 所以那個唱片就會非常昂貴 好 那我等一下會秀一下 四十五轉磕單片 單面的唱片給大家看 所以要玩音響 也要好的體能喔 有些老先生年紀越來越大了 就沒辦法玩音響 體能不行 然後像這個唱背都是機械的結構 我們來簡單說一下 它藉由唱片上面的溝槽 唱針的頭是一顆鑽石 說明這個唱頭 這個叫洞圈唱 唱針是天然鑽石 針桿是紅寶石 然後後面的線圈是用純銀的線圈 拾取非常細微的震動所造成的電流 很小的電流在經過放大 經過很多集的放大 所以你要聽到很純淨的聲音 那每個細節都要非常的講究 就會非常昂貴 早期當然這種東西不是生活化的東西 所以才會有CD的出現 我是Macintosh的Fans 所以一定要有一本Macintosh的盛景 是在原廠出的一個紀念圖冊 那裡面有一些紀錄 它有一個生產的年表 每一個機器它會有它生產的年份 像說明的機器主要都是2005年左右生產 不喜歡它早期的器材 因為我覺得那個聲音太糊了太慢了太濃稠了 有點像你喝湯 喝那個玉米濃湯的感覺 那我覺得它之後的比較像是雞湯 或是海鮮湯 就是有味道 但是沒有那麼濃稠 所以我會選它2000年之後的器材 這些器材是二手的 說明以前是買過新的 像那個後期以前我曾經買過新的 那我現在懷舊的心情嗎 就要買回來 可是跟大家講 這個東西實在是太保值了 你知道音響電也是很難經營的 那有一個老闆跟我講說 機器太耐用了 動不動就是20年40年50年 機器你們都還在用 有一些可能需要做一些修整 或是繁星 但是它其實是真的很耐用 我跟大家講 那台前級控制擴大機 我當年賣掉的價錢是12萬 去年買回來的價錢是11萬 12年之後只折1萬 你看很誇張 甚至喇叭是漲價的 為什麼 因為新款的漲三倍 所以舊款的 很多的喇叭 它20年30年之後是賣 20年30年前當初的價格 甚至更貴 所以這個影響其實是蠻多的 所以我買的器材 大概是2005年左右 十幾年 所以看起來都還是很新的 全新的呢 我們就留給財富自由的人去買 像我們還在為生活打拼的 中古就可以了 跟腳踏車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唱片 黑膠唱片 但現在雖然有很多新的鴉片 可是老唱片 大家還是趨之若無啊 像這張唱片 是有名的版本 這是柴可富士基的小提琴協奏曲 海飛之拉的 然後樂團的指揮是萊納 芝加哥管弦樂團 這是非常知名的版本啊 所以現在都有重刻的 但是原版的喔 第一手的收藏者 大概上面有簽名啊 它是1961年收藏 你看所以到現在多久了 超過60年了 音質還是還不錯的 說明有收集很多 這個60年代 70年代的唱片 這個是文化遺產 弄壞一張就少一張 唱片也是啊 這個是巴哈的 吳伴奏大提琴主曲 三張 十幾年前我買這套 是八千多塊 二手的喔 那現在一套是一萬多 看片框 這個片框也是非常好的 那我有CD喔 放出來音質真的 黑膠唱片真的比較好 這個其實還是它第二次發行的版本 還不是最早 它的錄音帶也是1960年代初期的啦 這個是那個艾羅爾的 叫做男管的女兒啦 這是CD 一張CD就可以把一個曲目放進去 可是這個是刻45轉 單面的 裡面就四張 跟大家講一下行情喔 現在重刻片啊 這種180克 比較厚的唱片 一張唱片的平均單價大概是一千塊 刻成四張大概就四千塊 雖然是重刻的 但是已經也是絕版了 對 現在的行情大概是一萬五千多塊 這是十幾年前買的 所以它是45轉 重盤 然後單面 所以你看我們拿唱片都不會去碰到 這個有刻紋的部分 然後刻單面 這個是有紋路的喔 這一面是沒有紋路的 一張CD可以放的曲目 刻成45轉單面加刻四張 規模就會很大 你只要每一曲目都買45轉客單面 你就會破產 所以我們去追求說 我們要原因重現 那是理想 原因重現是永遠沒有辦法達到的目標 你說你們到底是玩音響還是聽音樂啊 我覺得兩個都有啦 假如玩音響可以讓你多聽音樂 那也是好的 就像說你們到底是玩腳踏車還是在騎車 只要玩腳踏車買腳踏車 可以讓你多騎車的話那也是好的 只要是在你可以負擔的財力跟時間的範圍之內 不要玩物喪之就好了 這邊有個小東西很有趣啊 這是一個75歐姆同軸軟線的一個轉接頭 蘇米玩音響的一個邏輯 我的觀點就是越簡單越好 中間呢越少街頭越好 這香港人講的蠻有道理的 他們說多一個香爐多一個軌啊 所以東西越少越好 第一個我的線 我沒有買很昂貴的線 我喜歡自己做線做線頭 因為我不懂線路 簡單的線頭 只要手巧一點就可以 我用的線都不是很長 我買還不錯的線 譬如說一公尺幾千塊 我也用過電源線一公尺三萬五的一次用四條 所以其實配置不要太不合理 腳踏車也是這樣 變速器車架輪組 零配件會有一個合理的配置的預算 其實在線材也是一樣 為什麼要講這個 收音機前陣子收訊不太好 因為我的天線只能放室內 因為本來要把90度立起來 就弄了一個轉接頭 後來我那天想說 我把那個轉接頭拿掉 拿掉了之後 收訊完全是不同的等級 就完全沒有那個自私的雜意 其實在其他環節也是一樣 盡可能的簡單 不要使用太多的轉接頭 像我的電源也是啊 這邊在ADMAX的後面有一個配電箱 我們平常牆壁的插座只有1.6平方 裡面有一個閒置的breaker 它是30A的 本來是給冷氣用的 我又從上面直接拉下來 到音響的後面 然後就直接裸線進去那個排插 街頭越少越好 第一個電源 第二個訊號弦 第二個喇叭弦 這是我們新年的特別節目啊 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舒米的另外一個室內的興趣 就是音樂的欣賞 還有我們說玩音響啦 就是器材 男生都喜歡玩這些東西嘛 不過這邊也呼籲這些女性同胞啊 就是你先生只要喜歡買腳踏車啊 玩音響啊 你不要阻止他啊 為什麼?第一個 東西看得到嘛 那個人關在室內 那不會往外面跑嘛 買的器材就看得到嘛 那只要買腳踏車呢 運動有益健康嘛 男人的健康是女人的幸福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正當興趣啊 其實應該是鼓勵的 而不應該是阻止的 那也謝謝這個我們老闆娘可以寬容 接受舒米樂這些興趣啊 今天跟大家介紹我的 玩音響的一些想法啊 歷程啊 跟現在的器材 但是呢跟大家預告啊 你下一次直播看到 我的器材可能又不一樣 可能不會以這個題目 作為一個主要的一個內容 所以偶爾特別節目在跟大家介紹 謝謝大家的收看 很多人呢 以為說 三景就是簡易版的fitting 其實這是不對的耶